亥媒,直白的解读就是六种因性格不好,对自身发展不利的媒形 香学中,媒也叫情缘功,反映的是一个人控制情绪的能力 而情绪是唯一能限制能力的东西 一个人如果情绪不稳定,必然会口不择言,甚至伴有肢体冲突,与其相处,避埋祸患 那六亥媒到底长什么样呢? 下面详细解读 第一种是连心媒,就是两媒的媒头紧紧的连接在一起,也叫双媒锁印 主心性狭窄,其运挽,心眼儿小,心思重,遇事想不开,好争斗 如果媒毛又粗又浓,且杂乱的话,最是可怕 它会令一个人失去理智,糊涂的做出傻事 第二种黄缝媒,就是媒毛太过稀疏,并且媒毛是棕色 或咔黄色,这种人情绪化比较重,敏感多疑,且功于心计 厉害得势之心非常重,且会牙子比报 第三种,交加媒,就是眉毛开叉了,看起来像个叉子 这类人个性粗暴,气躁,并且是非多,很容易与人发生冲突 第四种,杂乱媒,就是眉毛不服贴,显得杂乱无章 眉乱,心眼乱,这类人每天都会出于胡思乱想或自相矛盾中 做事,往往也会弄巧成拙 第五种,重压媒,就是眉毛粗浓,紧紧压在眼睛上,看不到善眼皮 这类人个性急躁,却有欠缺自信心,因此做事会凭一时的兴趣 往往虎头蛇尾,多做扫成 第六种,扫把媒,就是眉毛的外形像扫把一般 眉头肩细,眉尾细碎 眉头肩细的人,有一个很差的吃点 便是疑心大,又喜欢勾心斗角,没有容忍之量 再加上眉尾散碎,便在性格方面彻底的失败了 如果您恰好是其中的一种,最好是修心养性 慢慢的脾气好了,运气自然跟着就好了